还记得今年春天爷爷背的玛格丽特吗 你看这么大的玛格丽特 夏天要是热死 岂不是太可惜了 所以我们就决定 要好好地去养活这几颗玛格丽特 然而现在是 不过幸好 在我们的另外一个基地 我们有湿基和水帘 实在不行的话 我就想我们开车 不过单独地把他们几个爷爷给他运过去 所以今天的主题是 大家一起 救命 师傅 他刚才是不是跟你讲只有六七分 是呀 我们就小分队出发 走了 他们肯定是走错路了 放下吧这些爷爷 想想办法 养不活怎么办 养不活 算成成成算 你们不是在前面吗 怎么跑后面去了 我能过倒了 你能过倒 作为迟到的惩罚 就是搬木板 搬木板垫高地面 防止积水 增加通风 一旦积水 你这个 这么大的蛤屁了 就能带走 给爷爷们搬了新家 没蛤屁 如果全风起来 这样五度 这样我也打开知道 内外全打开 然后棚全部封起来 冲击一开始连一开始 有空常回家看个爷爷 好的 陈哥刚刚来车上 可不是这么说的 来车上说的是 别鼓子哥就没事了 陈哥你多久来看一次 我半个月来看一次 你有什么要和齐国嘱托的吗 我这个阶级的任务就交给你了 不要这个 放心